人生感悟解读生命的意义 心田上的百合花开 在一个偏僻遥远的山谷里 有一个高达数千尺的断崖 不知道什么时候 断崖边上长出了一株小小的百合 百合刚刚诞生的时候 长得和杂草一模一样 但是 他心里知道自己并不是一株野草 他的内心深处 有一个内在的纯洁的念头 我是一株百合 不是一株野草 唯一能证明我是百合的方法 就是开出美丽的花朵 有了这个念头 百合努力地吸收水分和阳光 深深地扎根 直直地挺着胸膛 终于在一个春天的清晨 百合的顶部结出第一个花苞 百合的心里很高兴 附近的杂草却很不屑 他们在私底下嘲笑着百合 这家伙明明是一株草 偏偏说自己是一株花 还真以为自己是一株花 我看他顶上接的不是花苞 而是头脑涨流了公开场合 他们则讥讽百合 你不要做梦了 即使你真的会开花 在这荒郊野外 你的价值还不是跟我们一样 偶尔也有飞过的风蝶鸟雀 他们也会劝百合 不用那么努力开花 在这断崖边上 纵然开出世界上最美的花 也不会有人来欣赏呀 百合说 我要开花 是因为我知道自己有美丽的花 我要开花 是为了完成作为一株花的庄严使命 我要开花 是由于自己喜欢以花来证明自己的存在 不管有没有人欣赏 不管你们怎么看我 我都要开花 在野草和风蝶的比仪下 百合努力地释放内心的能量 有一天 他终于开花了 他那灵性的白和绣挺的风姿 成为断崖上最美丽的风景 这时候 野草与风蝶再也不敢嘲笑他了 百合花一朵一朵地盛开着 花朵上每天都有晶莹的水珠 野草们以为那是昨夜的露水 只有百合自己知道 那是极深沉的欢喜所结的泪滴 年年春天 百合努力地开花 桀子 它的种子随着风 落在山谷 草原和悬崖边上 到处都开满洁白的百合 几十年后 远在百里外的人 从城市 从乡村 千里迢迢赶来欣赏百合开花 许多孩童跪下来 闻秀百合花的芬芳 许多情侣互相拥抱 许下了百年好合的誓言 无数的人看到这从未见过的美 感动的落泪 触动内心那纯净温柔的一角 那里 被人称为百合谷地 不管别人怎么欣赏 满山的百合花 独紧记着第一株百合的教导 我们要全心全意 默默地开花 以花来证明自己的存在 感谢你们的陪伴